台北市今天有一起特别引人注意的社会案件 是两名大约80岁的老太太同时被发现沉湿在住家 他们是一对姐妹 生前跟75岁疑似患有失智症的弟弟同住 这几位老人家平常靠着退休金跟残障补助金为生 由弟弟负责去买食物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 她上一次出门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 怀疑姐妹俩可能因为没东西吃不幸饿死 而这三姐弟住在一起不算是独居老人 却变成了社会局列馆服务的死角 两位年过80岁的曾姓老妇人 遗体就在这一栋大楼里被发现 警方调查两名死者是姐妹 生前和75岁的弟弟同住 三姐弟靠大姐的退休金 二姐的残障补助金为生 平常由弟弟负责买吃的 但她上一次出门买食物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 他们因为是太久没有吃东西 而且现场状况没有爬杀的可能 所以研判可能应该是饿死的机率比较大一点 不过最后还是要等警察官来相验 当地遗长透露曾经询问三人是否需要援助 却被拒绝 而台北市社会局表示 三位长者都不在社会局列册 需要照顾的独居老人名单当中 事发之后警校调查发现 75岁曾姓男子疑似患有虚质症 社会局已经接手安置 首先是先给他食物 让他能够先吃饱 那另外我们接着下来会帮他先做一个紧急的安置 目前北市社会局列册的独居老人一共有四千多名 社工会定期提供访试以及急难救助的服务 也会视情况提供物资 不过列册名单如何决定 还是得靠当地里长或是居民进行通报 社会局坦诚 因为社工人力有限 不可能挨家挨户访查 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将警命结合邻里系统 全面清查辖区内65岁的独居长者 进一步评估是否提供服务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